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节目时间 继续有Rafi跟我们跟进调整集团库的 Hello Rafi 我们说说中国建筑 施政报告继续是热题 除了令本地地产股有升 主打中港业务的中国建筑国际 报告中提出多项基建 3311连续两天抽升 创超过三年高位 业务上主要分为楼宇建筑和土木工程 当中内定方面 业务占5成7 香港占2成8 有几大程度的受惠 当然我想这只股份 本身在中国业务都有 香港业务占了2成8、2成9 附近 其实都不是一个低的占比 我想最主要这两天的抽升 其实都是真的在说 昨天的施政报告里面 因为虽然大家的focus 怎能放多在地产股身上 即是没有之前说的共赴的方向 那么辣 或者有些增加 可能有些农地 土地的意识放价 但是其实在中国建筑国际 有个受惠的地方 就是昨天特首港报告的事情 都有提到就是 供应房屋 即公屋方面 未来的建设 即是33万个 其实这个对中国建筑国际 是挺受惠的 因为如果他在香港业务里面 其实他主力都大部分 除了一些建筑的工程之外 其实都是主力去做一些 出租公屋兴建为主 其实以他这部分 在市场的市占 其实都有15至20% 是的 两成 这件事会更加觉得 长远 如果真的建设这么多工屋的时间 其实对他的订单量 或者盈利方面来说 都会有个比较更大的受惠 有部分可能觉得市占 可能再提高一点 所以我觉得很明显是在反映这件事 变成你做多生意 自然盈利增长快之下 股值就有调升的空间 所以股价来说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抽升出现 尤其吃多些单 市场有得再升的空间 看回图 如果是启动的话 要多坐7月 一直抽上来 今年以来 累计股价已经倍升 市盈率方面 若果是以预测来说 都是单位数 6倍左右 股息也有债近去到5铃 有没有说值得去长差呢 看完今天 又真的突破了 哪些价位才可以再持续买 我觉得如果你说这股票 虽然刚才看了一些基本面 股值真的不是高 只有5-6倍 息息真的可以 变相相适合长线的选择 但始终我想很多时候 这些建筑相关 或者捞到一些基建相关的股份来计 都会担心 可能久不久拆一层 但之后就会比较静一点 所以其实有多少次 好像过去这两三个月 这么大升幅 其实很难预计得到 所以我觉得太长线 这些位置才考虑 就未必太吸引 但我想暂时短期 都是看着价位去走 特别是技术走势 其实是有点突破的 你看到过去九月 其实两次去到七个半 这些位置都是有阻力 本身顶住 但昨天开始有点突破 我觉得现在反过来 清算了的时间 变成一个比较大的支持 所以只要七个半 这些位置不下来 其实反复地试上去 挨近九个半至九个八 流上 我觉得机会性都比较大 所以反而纯粹做一个 价格上的上落 操作比较好一点 有货的话 可不可以持久一点 我们看看劝商的看法 包括中印国际 设定了目标价 比较多些 10元楼上 10.58元的水位 滬峰研究和摩通 大致都在8.4至8.8元的位置 刚才你说到 若是抠的话 都可以看到9.5元楼上 若是先前有货 已经升穿了力位 可不可以放下指要 当然如果有货 现在升穿了 应该是7.5元阻力位 当然是货放置要 但是始终 为什么行销看到 目标价不是太进取 虽然你讲到 估值现在都便宜 但就算预期回来 加快增速也好 不会快到 P可能到十多二倍那麽高 我们极其量 都会挨近8至9倍 或者9至10倍左右 所以变相 向上网的目标位 其实未必太多 刚才自己都说 大概9个多边 这些位置可能差不多 今天一度上过去 8.29 暂时升幅轻轻收窄 进涨到9% 谢谢Raby和我们分析 我们再休息一会 欢迎收看教育现场 港股今天高开高走 恒生指数今早早高开372点 之后在科技股 地产股和金融股大洞下 升幅逐步扩大 而且升势也挺好 下午回来更加升到超过600点 最高位是上过24658点的位置 现时升668点 在24640点的水平 都是一中高位附近 支持力都挺好 国类指数都可以向上 成家方面来到这刻为止 有835亿多 接着我们再看看 恒生科技指数的表现 科技股做得好 科子今天都可以一改之前的颓势 升到超过半成水平 最新升2807点 步在6152点的位置 接着我们再看看 汇约港股最新表现 排头为腾讯 腾讯升超过20元 现在升21元 升幅扩大到4% 最新是467.4 美团方面逼近250元 现在大升超过20元 升幅扩大至9% 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今天一举收复了10天、20天 和50天的移动平均线 另外阿里巴巴也很厉害 146.8升幅扩大到7% 平补升6% 55.9毫升 还有盈富基金 跟随着大市向上升2.7% 步在25.3% 接着我们看看第6至10位表现 第6位是小米21.3 升到3% 中月燃气 虽然折让大约一成 去配股集资 但今天股价反而是有得升 升大约1% 最新是升8个先 快手升到7% 匯控升1% 去过一个月以上的位置 现价报在43.3毫半 还有网易 网易今天股价都做好 升到8%过外 现价139.3 升11.3 其他蓝筹股都可以看 除了汇控撑指之外 有帮中移动也靠稳 至于港交所去479.4 升幅超过1% 每期11.8升1毫以止 跟进下今天上市的新股 就是经营米线食店的淡仔国际 抹第一日挂牌股价已经潜水 一度跌穿过3元 抹低2.98 比上市价3.33 这些位置抹低了接近一成 目前都是低位附近陪围 又是险收3元边 跌幅9%过外 上星期三中途停牌的华人置业 宣布有重大消息 获大股东陈海运提出私有化 每股作价是4元 今天华智开出来已经高开超过2成多 目前都是日中高位附近3.82 大升超过3成1 暂时未到4元这个私有化作价 其他那些移动股方面 二马国际日前是释受所有恒大汽车的股份 预料会录得大约是7900万的一个亏损 拖累全年的业绩要由迎创规 以马国际急跌2成1个外 跌穿了1元关这些位置 还有就是新秀礼 新秀礼目前跌幅大约是3.9% 跌到16.68 都算易动的 因为市有得升它是逆市向下 还有保斯隆 这些比较小的零售股 最近股价也很有移动 今天曾经最多升过2成7 創下大约3年里的高位 现价在1.26%的位置急升2成2 还有清建能源股 今天继续有资金的追捧 包括途中这几只全部都说是52周的高位 下午继续升势有只大唐新能源 最新升到大约是6%左右 最新升到4元楼上这些位置 另外上海实业环境都升到7%外 光大水母升势回顺 升到大约是接近1% 至于中国核心能源和绿色动力环保 两只都是充高之后 目前要倒跌 中国核心能源倒跌大约是2% 节目时间够了 多谢收看 欢迎收看楼市触帝 我是唐海文 先看今天的重点地产消息 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汇区后 元朗的二手成交交块 元朗津泊有高层的两房 实用大约是550平方尺 原本放盘730万 施政报告公布后 轻微是减价3万 以727万去售出 赤价大约是13000元 同区的另一个屋院 彩业亭有中层的两房 460平方尺 亦以668万去成交 赤价达到14500元 原业主持货6年 单位升值接近五成 有物业报告指出 楼价持续上升 买家将重新吸纳小型单位 重量联行发表住宅销售报告 指自2019年 政府放宽按揭乘数后 大约750至1000平方尺的中大型住宅 楼价升幅6%跑赢大市 发展商亦减少了轻建不够430平方尺的小单位 但最近楼价指数再次破顶 准买家的负担能力进一步削弱 估计未来会被逼重投小单位市场 这一节我们有曾生在这里 曾生你好 你好 刚才我们说到施政报告 当中重点提到要建立北部的都回区 包括元朗和未来六个新市镇 潜在单位有53万伙 这个查实对于楼市的影响有多大 这个影响我相信分短期和中长期 短期来说应该分别不大 暂时来说我相信楼市应该和之前没有什么分别 长远来说 当然是当政策落实之后 楼市气氛应该就会好一点 以及供应开始出市面的时候 楼市可能会比较受控制 但短期内楼市应该没什么分别 即应该算是趋稳 究竟趋稳之后会向哪边走多些 我觉得要视乎政府 昨天政府拋了个方案出来 但细节未有的 我们要看看细节 但只见到短期来说 其实它都没什么办法 我们见到都是头轻尾重的 即是说要迟些稍后才会看到情况 短期内楼市一样是这么紧绝 短期的供求关系没有什么大改变 说多一点 政府今次预计北部都回区 将来会有250万的人口 这个对于准买家来说 是不是个机遇 吸引力在哪里 如果政府对北部的规划这么大型 里面也有工作 有工作的地方可以做事 有很多住宅供应 因为北部的铁路 公路的配合 和大湾区的融合 我相信以后往新界发展 似乎是一个大趋势来的 提起基建的话 大家应该都没有忘记到明日大雨 计划填海一千公顷 如果是和北部都回区加起来 总共都可以说起成80万火 刚才说到其实供求关系 都没有改变过 接下来这个局面 刚才那两范 又可不可以说 从中帮到少少手呢 当所有这些供应 全部落实的话 和见到的时候 当然是有帮助解决 我们现在的流氏紧绝 即流雨紧绝的问题 但是包括田海也好 昨天说的北部发展也好 这些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们估计在十年内 都未可能见到 如果莫说短期 短期五年内 是看不到字的 暂时来说 但是长远都可以 规划蓝图的第一步 是 之前市场预计放宽的祖堂地 施政报告说到 要再研究一年 在细节上 还有什么需要釐清呢 我相信是需要和地方的乡身 或者既有利益者 要详细研究 因为祖堂地 这是一个历史遗留来的问题 新界原居民的权益 实在是相当复杂的 我相信政府是要多些时间 和他们谈一谈 令到大家都开心 跟进来 近年大量住宅入伙的白石角 附近将会建一个港铁站 看到一部分的业主 都随之有加价的情况 预期区内的楼价 升幅又会有多大 我觉得白石角 自从昨天公布了 会建立了车站之后 立即见到很多业主 都可以突然心红起来 很开心 事实上短期内 我亦都说 站没有 短期内 你说纯粹是气氛好 实在是个好似 我相信要等车站落成才能看到 长远来说 当年白石角是一个非常之好 因为一有站的地方 附近的屋苑 附近的楼宇 价值应该会提升 现在还有规划初段 你觉得有没有提升幅度 预期会有多大 很难预测 很难预测 不过我觉得 如果真的有铁路 往往有铁路 和没有铁路的比较来说 这个起码都会欠了十几二十一% 关键的因素 交通的一个培套方面 我们还看了 大概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公营房屋方面 施政报告就说到 未来十年可以起到33万伙 但是 就像你说的 预告 预告就会 头轻尾重 就是只有三分之一 可以在五年之内 就推出的 有没有办法可以加快供应 疏通一下 我相信最主要是没有地 因为你要发展公营房 你都需要有土地 我觉得政府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在本来他打算推出 私人市场的土地 在欧地表的土地 是否应该优先 撥禁一些 当然在看什么地区 给供应房 这一点可以立即做到 其实 地那里 那个批量 可以调一调 谢谢曾先生和我们分析 好 好 在荔枝角的美孚新村 作为铁路完善物业 亦都是全香港第二大的私人屋苑 提供超过13,100个单位 数目仅次于家湖山庄 分开做八旗发展 屋苑已开析多元化 有接近50种间隔建称 由实用400多尺的一房 去到超过1400尺的四房 甚至是豪宅一样的幅式都有 迎合不同的住屋需求 参观屋苑的三房大单位 在柳陵比较新的第七期 万事大广场的低层 实用930多尺 叫价1500万放盘 赤价大约是16000元 同时以月租36000元放租 虽然放盘没有海景 并不是屋苑著名的突海户型 但是入屋就可以看到 单位胜在开析市井 没有多余的走廊位 而且客饭厅分明 各自都有超过100尺的面积 加上没有窗台 或者是工作平台 更加提升了实用程度 这个单位刚刚花费了80万装修 换过全屋的水电喉管 厨房换延一身 地板、升盘都重造了防水层 布置就以明亮的白色为主 厨柜式面是焗漆玻璃 内耳又容易清洁 另外抽油烟机和煮食炉 就换了比较新的型号 兼顾环保和节能效益 厨房里面还有储物室 可以放一些不是经常用的杂物 美中不足的就是客厅的玻璃窗 有瑕疵 业主尝试了不同方法 但是也解决不了 这块窗的玻璃上 看上去有很多污漬 业主用了很多方法 想清除也不能清除 原因就是原来这块窗的玻璃 是用了双层的中空玻璃 中间有空气在隔着 其实好处是可以有隔声 隔热和有节能的效果 就算出现没有吵也好 基本上关了窗后也很静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污漬 原因就是因为本身 中空玻璃中间是入了水 产生霧化的现象 看上去就会很骯髒 和影响景观 解决方法 其实只能够更换玻璃 当然如果业主说 我真的不想再更换 唯有可能用磨砂玻璃纸遮住 大厦的楼宁有45年 业主一口气就换了全屋的地台 在客厅也铺了木纹砖 但是师傅的手工就有进步空间 在这个单位 无论是厅房的地板 都用了一些仿木的地砖 空心砖都相当明显和严重 敲下去整块地砖是空壁 直接是松离走 发现周边的掃口 因为空壁的原因 那些掃口都完全没有了 因为它本身是长型 铺设置上的手工很重要 因为这些长型的地砖容易咬曲 如果铺工做得不好 容易会出现空壁的情况 可以用一个半章的方式 开箱半章进去 填上去 但是这块地砖实际是太严重 其实我建议整块地砖是需要根换 相较起地板 单位的油漆造工就细致很多 无论长生或天花的批档 都是拿满分 如果想收看足本的《规划蓝图》 请留意今晚九点 无线财经资讯台的《日日有楼梯》 各位一节财经消息 有分析预计 今季内地汽车销售可望明显反弹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会透过修改法例 加快发展北部都汇区 因为往时真的会看到有些工程的延误 或者是有些承规被人反对 司法覆核 土地的章节是提出 就是要全面地去精简程序 明年上半年提交建议 咨询大家和持份者 希望明年年内 就可以提交到修订条例 如果仍然有很多反对声音 小小小事都要反对 然后又要去司法覆核 这个就不是完全我们控制得到 那怎么可以减少这些呢 就是加强沟通 希望多管齐下 能够可以令到北部都汇区 完成的日期能够缩短 港股跟随外围做好 大市高开372点之后 越升越有 下午升幅进一步扩大 最新升722点 报24689点 各项分类指数都向上 总成交有893亿多 财经消息到此 大家来到二重追击 我们要谈谈恒基地产 看到他今天表现相当英俊 昨天他收报30.5 今早早一开 已经可以报31.65 曾经早段的时候 见了日中高位33.3 升幅超过9% 曾经升穿过250天线 不过看到下午开始 那个都是在平台整固 大约升幅6%左右 看到升幅 也是收窄了 看到升幅 最新这一刻 播放32.45 我们这一节 严同追击时 邀请来有嘉宾 杰森王智阳在旁边 杰森你好 Hello Francis 你好 我们不如先看看 究竟今次 其实大家都是说 施政报告这个因素 利好地产股 不如我们也看看大行 怎样说 先是说 之前市传中央施压 对于首持最多新界地的行地 担心要被迫捐地 就是之前重点挨沽之一 曾经股价都下跌到28.9%水平 不过昨天公布了施政报告之后 似乎大家据中央施压 忧虑就掃除了 今天股价都收回之前的失地 大行摩根士丹尼 他怎么说呢 他就觉得 其实今次施政报告 都是可以换获市场 对于房屋供应过多 或者短线楼价见顶的忧虑 另外又说到可以加快农地 转换有利大量持有新界土储发展商 即是行地 其中之一 就说股去的 未来六十日 有八成机会股价可以派人大市 至于摩通方面 就说没有要求发展商协助解决房屋问题 素清市场移类 相信地产股短期可以反弹5-800% Jackson 你怎么看大行对于施政报告 对于地产股的正面作用呢 其实我觉得施政报告一定正面 大行也说了一些因由 我大部分都同意 不过我不是完全同意 是完全扫除了这个忧虑 你看到在出施政报告之前 中央突然间有这样的说话出来听 其实我觉得事出一定是有个原因在这里 只是问题当大家都先怕定了 出来之后发觉没有 其实出来的政策是挺受惠 新界有地的地产商 因为现在要大肆发展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我觉得 代表现在的讯息已经传出了 给大家的发展商 以前发展商可能和他们谈计 保地价或者是保发展的方向 可能是会比较棘手的 因为自由社会 经济主义 资本主义 他们可能所有的条件 都是放在自己身上多些 但将来政府和他们谈一段时间 咦?那就不同了 他们可能会松手很多 其实我之前也说过 这个应该是会双赢的局面 让下某位给地产商听听 然后将来要发展的时候 因为现在很明显 就是未来二十年 都应该会发展北部的大都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发展商在这里有地的 的确是会受惠的 他可能未必一定要 好像之前要赚尽 他可能赚尽少少 但其实加速了之后 货源轮转 其实一样是对他们有好处 所以你看到昨天和今天 其实地产商都叫做得挺好 还有我觉得有机会 这个消息可以延续多一些 一段时间 你又觉得这个消息 可以延续下去 似乎都未必是暂时 反映了 未反映了 不过都想问一下你 现在整版地产股 今天真是全线都是向好 例如恒基地产 新鸿基 新世界 升幅2%到6%不等 不过都想问一下你 整版本来计 其实哪一个真是最受惠 特别大家昨天的焦点 下了在北部的都汇区 由释放祖堂地的政策 配合下 应该可以容易收到地 哪一个真是最受惠 当然刚才说 地产商最多一定是受惠 尤其是新界的 现在很明显地和新世界都会受惠 当然新鸿基 他们本身在各样的地方都有 而且他本身在香港 不同的地区的发展 都有一定的参与 所以我觉得都会受惠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第一 刚才说了普遍地产发展商 都会有机会受惠 因为其实之前一直都觉得 香港地产商为何这几年的市值 升不到呢 因为其实发展的机会不多 如果现在不单止释放了 一个大大的地方 可以让他们发展 另外将来廉接大湾区 他们其实可能是 都有机会牵涉到那些地方 所以我觉得突然之间 对地产商的发展空间是增加了 有机会是拉升了他们的估值 但是这个始终都是要跟回 将来的所谓叫做政策 以及现在的execution 政府现在说 每一次都说得很美好的 但是之后 是否立法会 每一件事都可以通过呢 这个是有待核政 是的 这个风险大家都注意住 不过刚才 Jackson都帮我们说了 就是说 恒地、新鸿基、新世界 都是新界土地处比较多些 他们都觉得比较受惠 但是图表都整了给大家 大家可以参考那个次序 你们都详细看一看本身 恒基地产 本港土地储备的情况 刚才提到 它是446万平方尺 是持有最多的新界地产发展商 至于其他细数方面 代发展或发展中物业 就1340万平方尺 以开售项目 上余楼面 就80万平方尺 以及以建成收租物业楼面 就大概超过1000万平方尺 其实你对于本港土地储处 你觉得你如何评价 是否都可以持续跑赢 如果真的刚才那些政策落实到 它跑洋的机会都很高 其实大家知道恒基地 一向都多农地 我没有记错 它也都捐过一些地 将来如果真的开始发展 包括农地或者荒廢的地 它们有机会和政府合作 或者自己发展 刚才说了 它有机会的毛利可能低一点 但至少它可以很快地做出来 我觉得如果刚才那些政策 它是跑赢的机会都很高 因为如果以资产折量来计算 恒基地都是其中一间 资产折量都是高的 现在暂时它的资产 一半都不够 就是和它的涨面值 所以如果真的可以慢慢做出来 因为其实很简单 你将它手上的资产 你立刻卖出来 已经可以意识到 所谓的涨面值 如果它真的将来日再加上 它发展的利润 其实有机会是持续可以做得好一点 明白 Jason想问一下股价方面 即是看到它今次这样转世 终于升到到33元以上 还有看回大行 好像汇丰证券 其实今天都上调的目标价 由31.2到36.4 本身是减持的评级 现在变成买入 你觉得上不上到这个价 我觉得先回去 之前就是客击之前的价 大概我想是35元附近的位置 我觉得这个机会都高的 但是再上去 其实你看到恒基 这五六年都是处于一个大折扬的地方 有时可能会好一点 有时差一点 但是从来没有回到帖面值 代表其实刚才说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实行到 我觉得如果没有实行到的话 是很难看到的 但是现在未来的发展 空间是增加了的话 我觉得迟一点 再上去之前的高位38元 其实都是有机会的 不过这个是真的要等待 其实政策慢慢落实 才有机会见到的 明白了 好 似乎上升也是要等多一阵先了 好 谢谢Jason和大家一分 我们再试一会 大家好 继续节目时间了 看到港股的升势真的停不了 来到美市真的越升越有 已经升到超过760点 2万4千7流上这个水平 我们暂时看到 暂时总成交是945亿多 国内分行指数是全线有得性的 这个时候要继续请教嘉宾Jackson在旁边 想问一下你 现在见到美市真的越升越有 本身大家早上的时候 都有一点担心 会不会站不住 现在就已经打破了这个说法 现在我们应该如何部署好呢 因为事关明天A股又服市 北水又回来 大家都会觉得这两个因素 就是最左右我们这一刻 到底沽货还是不沽货好呢 其实最近很多坏消息都反映了 当然现在最大的炸弹 都是在恒大那里解决到 但你见到恒大好像708那些最近都上回来 亦都是相传其中市场都有几个解决方案 有可能短线都有可能慢慢淡化 恒生指数一向都是弱势的 那现在的反弹呢 其实就有少少呢 就像上次碰到23,700 那即刻就弹到去24,700几点 这位置 那我们这个礼拜呢 其实就见到23,600几 那现在呢 弹到呢 其实幅度差不多的 那我们上次呢 就是跌了之后呢 国庆回来呢 其实就反而是 中秋节回来呢 就是升的 那但是呢 今次国庆回来呢 北水回来呢 因为我们现在升了上去 那你明天呢 看看那些北水呢 它够不够胆再买了 如果北水明天都继续买 但是不沽货的话呢 反而代表呢 他们都觉得呢 现在那个环境可能是好一点 那我觉得就有机会再挑战高一点 不过这样 现在的20天线呢 就大概在24,800几点的 那就尴尬一点 所以其实如果你今天 才想着入市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是迟了一点 那或者你最好看定定先 或者你部分的股份呢 刚刚好呢 你今天其实刚刚起动的话呢 就是可能是2-3%以内呢 你拼了 整个大市继续上去 有机会追落后的 那我觉得都可以的 那但是你说如果今天 已经热炒了股份呢 好像美团那样 你说今天再薄的明天升的话呢 可能那个位置会尴尬一点 我觉得就 部署就是 有机会是追落后的 明天就要关键看看 北水是否再买货 再买货的话呢 我觉得有机会就 在20千线再上去 2-6的机会呢 就高一点的 嗯 好的 似乎这一刻 我们都是先看定些 最重要看了明天的 北水的做货 那我们知道取贷的时候 看看可不可以跟他们买 好 那我们都是时候看完那些 活跃港股 现在最新造价了 那看到今天的新经济股呢 整版都做得很好 例如腾讯 现在这一刻 还在升半成过外 472.6 美团 升幅已经去到一成 超过一成 暂时还是最好表现的 蓝筹股 升到佈是252元 至于阿里巴巴 都升到超过7% 平保也都升幅 也升幅国大 升到6% 56.1% 盈富基金 跟着大市 升到超过3% 看6至10位方面 小米也升到4% 网易升8% 快手同样升到8% 京东集团升6% 匯控方面 升到1.7% 今天见了一个月的位 再看看其他蓝筹股 除了汇控之外 邮邦都能升到超过1% 其实今天上过91元 暂时升幅收窄了 报在90.45 另外中二栋 港交所和煤气 齐齐都升到超过1% 刚才我们活跃港股 都见到 例如网易 快手 即快手这些 视频平台股份 其实他们这一个板块 都有些消息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百度旗下的爱琪毅 就据报 他是计划来香港第二上市 彭博就引述消息 就说可能最快 今年底就会来港第二上市 就说集资最少是5亿美元 消息就说 其实他们应该还在磋商 有可能是会推迟 甚至是取消这个上市计划 至于他们公司 也都没有回应报道 我们先看看今天和视频平台相关股份 表现的股价 例如好像不理不理 最近都慢慢上升 今天升幅8% 快手升幅8% 其实它本身都有个腾讯视频 网易都有做视频相关的业务 其实你怎样看这个板块 今天有得炒上 其实是跟着大市炒上 还是跟爱琪毅来说第二上市 都可以借势炒作一下 我想爱琪毅可能那个上市 会是刺激了少许的消息 但是其实今天的升幅 我觉得真的纯粹跟着大市 还有最近的视频平台 其实都是较弱的那一只 其实它和阿里巴巴都不枉多样的了 所以其实你见到今天 就算是有少少 不是说特别好消息利好他们的 其实整个板块 你见到美团的腾讯那些 其实最近强势一点的科目股份来的 其实都做得好一点的了 我觉得都是因为他们龙头 就做得好一点 这些二线的其实都是跟随后面走 但是如果市况有什么不对路的话 我相信他们一样面对压力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算很好利好消息 因为爱琪毅会上市 但是不多不少都会牵动到 投资者对他们的注意力 还有他们最近都在低位的 有机会可能是跟随其他的龙头 一起向上走 明白 其实和监管因素 大家继续都还是在看 因为不时内 都有一些监管住他们各类型的平台 就好像最近看回新闻也有说 例如腾讯市民和爱琪毅 就是刚才提到 计划来香港第二上市那间 其实他最近都要取消一个超前点播服务 就是用户可以用钱 去买一些还未播出的节目或者剧集 但是他们现在因为监管因素要取消这个服务 都影响了他们的收入 其实这个因素 市场都说 其实近期是慢慢消化监管因素 但有时我们都很可能预测 究竟是会做了哪一类型的监管 是否要看实呢 没错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收费模式来的 如果其他的用户给了钱是一个服务的 你一个超前服务是另外一个额外服务的话 我觉得收费是合理的 当然我不知道他们的收费 实际的Terms and Conditions是怎样的 但是如果真的这类型的额外的服务 其实是完全取消的话 对他们这些视频 现在大部分公司都没赚到钱的 包括腾讯视频其实都还在亏钱的 他对他们未来的business model是影响很大的 但我相信那个idea 就不是说想按住他们收钱 只是不让他们收钱的款式太多样的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好像Netflix 或者其他Disney Channel那些 他们现在都超过一个2亿多 一个是亿多的用户 其实他们收费的模式是很简单 但是他们都一样赚到钱 如果你搞到五花八门 其实可能会令到投资者 或者用户是有少少担心乱收费 所以我觉得整顿是对的 但是就是不要完全抹杀人收钱 那样东西 所以其实这一样东西都要有待政府厘清的 明白 这个似乎 暂时这个版面上这几只 监管因素还是有机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表现 甚至收入等等 这个时候我们听听家庭观众电话好不好 电话旁边有梁小姐 Hello梁小姐 你好 你好 你们好 是啊 我那个领展 高价买了74元 是 是 那我就不知道值不值得在现在这个 在哪个价位我想混合一些 OK 你开了多久 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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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本身呢 其实他现在是risk 他就不可以再由 靠政府那些新市镇那些商场给他 因为他们要做自己收购的了 所以他又不是直接受惠的 但是作为他现在的资产 本身他有机会受惠到整个经济好 还有他那个重股 但是你其实74元买就不是很高价 但是如果你说混货的话 我觉得你看看这一转 他64元附近这些位置 就好像站住了 我觉得短线就不会跌得穿的 但是我觉得你打算混货 可能真的等到60元这些位置 那你混货 那你变成了混货之后 你变成67元就已经是这个打和价了 因为74元买另外一种 我觉得中长线你又可以收息 那如果久不久整个经济好一点 那些资金重流这个板块 其实他有机会上去70多80元这位置 对了 这次Jackson建议 就不要急着混货 等一等先 好了 我们听完第二位家庭观众 有许小姐在旁边的许小姐 你好 是 问得的了 是 许小姐可以问了 你好 是 你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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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是 是